好各位同学欢迎来到精读论摄影 我们接着上一节的继续为大家精读 上一节我们可能讲到的第17节 第17节就是说上面说它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 那么其实从第16节开始 16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都在讲一个人 那就是戴安阿波斯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桑塔哥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篇幅 着重讲解一个人 那可见这个人在他的理解之中 在摄影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不能说他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应该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 那他到底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就要通过阅读阿波斯来写的东西 说出来就要通过阅读桑塔哥 这两个人每次都搞起来 桑塔哥写的东西来了解阿波斯 那这里说个题外话 据说这个有人说这个他这一篇的内容 说的是阿波斯的所谓不太好的一面 那有人就去翻阅了一些野史 说当年桑塔哥被阿波斯拍过 然后呢桑塔哥本人不满意 后来呢就意思就是心怀一些 刻薄呀刁钻呀这样一些想法 然后就去把阿波斯写的怎么怎么样 但是啊你其实通读下来 你仔细去读的话 你会感觉到其实桑塔哥并没有 把阿波斯的一个人的所谓他的行为 他的拍摄去给他做一个价值判断 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他到底这个人好 还是不好 他只是非常冷静的去尝试啊 去讲述这个人在美国摄影中的一个地位 包括对于摄影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因为大家想想看 其实摄影按照我们的理解 它也是艺术的一种组成部分 对吧 它也是一个艺术 比如说一张照片 它也是一个艺术品 那么艺术品你可以想到电影啊 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 它到底要不要承载道德方面的一些责任呢 到底说我们拍照拍出来的内容 到底要不要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的趋势呢 对吧 那么你反过来想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讨论 而且是很多美学的人特别关心的问题 就是艺术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可能会不太会 就是尤其我们如果搞摄影创作 然后你可能不太会关心这个艺术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仔细想想很关键 比如说你拍一些色情的东西 那你到底这个东西该不该拍 或者说它能不能流传 对吧 以及你这个人的行为本身 这件作品它是否有价值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探讨的 那么当然比如说你在一些摄影史上 那不要说摄影史上 你在一些电影的里面 你也肯定知道过一些近片 对吧 然后比如说什么索多玛120天 这种很可怕的 很恶心的电影 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拍照 还能够流传至今呢 虽然它是近片 但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呢 为什么呢 这就是审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这个没法 我们这个课也不是什么美学课 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的那么透 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我本人也不知道 我也搞不清楚 太复杂了 我们只能说看看阿博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来看 那么第16节呢 讲的是就是提到这个阿博斯这个人 他是聚焦于受害者 聚焦于不幸者 大家就一开始知道了 原来他是拍不幸者 这是一个题材 然后呢后面马上就写到还是第16节 他说他的作品展示可怜可爱可厌的人 却不引起任何同情的感受 这就是一个转折了 就是他一开始拍的是不幸的人 但是呢又没有把那些所谓不幸的人 拍出那种很苦的感觉 然后让我们引发同情 没有 而这样的一种做法 就是我把不幸的人拍的就是不幸 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引起你们这些观众的同情 这样一个做法呢 在苏桑桑塔格认为这是一种率真的拍法 那么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是一个有点天真的感觉 就是我不是说我要去在这个照片里面去附加一种社会价值 社会这个怎么说判断 然后让你们去帮助他 我无所谓啊 我就是想去看 所以就是一种很率真的 很天真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他的这个这一节他的结论就是说 这样的就造成了一个就是观众和他被拍摄的那个人 之间的一种一种距离啊 这种距离就是说我们看的是另外一种人群 他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的 这也是所谓的这里倒数第四行 有个他者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观众与被摄者其实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不是我和你 我和你其实是平等的 大家想想我和你的关系是平等 但是我和他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他上面一些怪人 就觉得说不是这不是我 而是其他人 然后也不会觉得同情 因为他其实没有表现出要你同情的感觉 好 那么问题来了 那到底拍了什么内容呢 那十七节就接着跟进 他就说他拍的是一个另外世界的一些人 那么他具体介绍 比如说啊 我就不念了 什么雌雄同体啊 纹身男人啊 吞剑的白话病啊 什么裸体主义者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地方啊 大概就讲一下他拍了些什么内容 然后呢 就说他就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怪异啊 只要你流进去看 你就会发现他拍的东西都是 这种就算是正常人 他也会把不正常的一面拍出来 好 那么他马上就接着说了 就接着他上面那一节的最后 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正常人拍的 也会不正常的 你会去看到啊 大家如果看到这稍微停一下 你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苏三桑塔格的很多的文字 他的上一节的最后一句话 和下一节的一开始是有关联的 就他会提出一个问题 在上一节的最后 然后呢 在下一节就马上解答 但是到下一节的结束 又会抛出来下一个问题 然后到下一节继续再解答 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思路啊 所以说挺好玩的 他不是那种写论文式的 就是好像 我先想到一个框架 比如说我先想到 一二三四五啊 这个事情要分成五个点来写 然后我写完一个点 我就写下一个点 然后这两个点之间是完全隔阂的 对吧 就是人家说是 比如说一个六方体 它就是六个面 就这么回事 但是阿博斯普什 他写文章不是说 我六个面给你写 我说我先看到这一面 然后我走走走到下一步 觉得看到下一面 然后再走到下一面 下面是这样的 它不是一个平行的六个面 它这个六个面 假设也是六个面的话 它是一步步逐次递进的 这种写法 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可以循着它的思路 去发现很多 很有意思的这种思路啊 很有意思 很好玩 好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他能够把一些正常人 拍的不正常呢 然后你看他下面就 第18节就写到说 他的什么 他可以用他的相机的感受力 巧妙的把痛苦怪蛋和精神病 赋予任何被拍摄者 那么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啊 比如说 那这里有写的什么越南的人 大家看到没有 后面有越南的人 对吧 什么上面写着轰炸和内 这个照片呢 就是有一张非常著名 他前面 我等会给大家 视频里放一下那张照片 就一个很正常一个男孩子 甚至还长得可能你觉得挺帅的 那为什么这么一个正常人 会让你觉得很不正常的 就是因为他胸前的一些标语 他说什么 要去轰炸和内 让上帝保佑我们的男孩 那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支持越南战争的 这么一个人 他去参加越战的 支持越战的游行 在当时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越战刚刚开始 很多人被蒙在鼓里 他不知道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或者说他是 被美国政府的一套宣传的东西 给他利用了 对吧 然后他就去支持越战 那么现在去看看 其实很吓人 因为你想 他拍出来那张照片 那个表情非常的 怎么讲 就是冷血 这种感觉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一个这么朝气蓬勃的 一个男孩子 怎么就这么很可怕 那种眼神 就可以去想着 要去杀人 要去参加 就是支持战争 这种感觉 所以他会把正常人 拍成不正常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例子 大家后面看 这个整片的后面下半段 都在写 比如说什么 裸体主义者 然后还有什么寡妇 躺在草坪上的 什么30来岁的郊区的男女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正常人 但是他们都把它拍出 不正常的样子 OK 那么当然他还有一些不正常 确实是不正常的 比如他后面写到 比如说像什么诸如 然后什么巨人证 这些人 巨人儿子这些人 都不正常的人 好 然后我们再看 他这么拍 后面怎么写 到第19节 他这里突然就画风一转 很有意思 他说阿布斯的照片的权威性 来自于他们那撕裂心灵的题材 与他们那平静 干巴巴的专注之间的对比 其实这也是沿着上面的来的 因为上面他就想到 他拍了些什么东西 自然而然就会看到那些照片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拍了那么多不正常的人 可是他的这种视角 他的这种手法 非常的平静 非常干巴巴 那么跟他表现的题材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我们比如说你想象中 你去拍一个危险的东西 你去拍一个 比如说要倒的大楼 对吧 你肯定会把他拍出那种 非常倾斜的感觉 然后甚至有一些爆炸 什么都会在里面 总之会有各种各样的视觉语言 会呈现在画面里面 但是他的照片 一看到拍的再怪的人 他就把它当成一个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 他把它当成一个物品来拍摄 就是一个东西放在你前面 而是他没有任何感情 就是这样很干巴巴 很平静的就拿着相机 去注视那个人 虽然那个人身上都是故事 都是各种各样的撕裂 撕裂心灵的题材 但是好像没有感到 就是在形式上 没有感到撕裂心灵 只是不过靠他的那些人本身 让我不感觉撕裂心灵 就这种一种矛盾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也是挺难的 就是阿博斯为什么到现在 为什么很多人 都还去分析他这个作品 就是因为很多人拍一些这种题材 你不自觉就把自己带进去了 就很容易说我会去产生同情 我去拍一些老弱病残 我会觉得他们好苦 我就把他们苦的那一面 尽可能的放大出来给你看 比如他们要摔倒了 要哪里手抖 干嘛 我甚至把画面側拍的糊一点 让你觉得他的手在抖 对吧 这种感觉都有 但是他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去拍 为什么呢 就是惠特曼氏的民主 扯回来就这么回事 就什么呢 他觉得这些人 跟我普通人是一样的 我就要对待这些人 就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去做 就这么回事 好 然后最最关键的是 他第19节的后面 他就提到说 虽然我们这样平静的去注视他 然后觉得很奇怪 但是你显微想过 他们被拍的人 他们怎么想的呢 他们知道自己是多么怪异吗 在第19节最后第二行 对吧 然后下面跟着 马上你看20节就先抛开个问题 对吧 19节抛开个问题 20节马上回答说 大多数的人 似乎并不知道他们是丑陋的 就这么回事 就是20节马上就说 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苦 这一段是接着上一段 这段说什么 20节的时候 是说被拍摄的人 不知道自己丑陋 就是这样 不知道的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继续啊 继续往下看 那么第21节 那么虽然大多数的观者 都准备想象这些地下色情 社会和公民 一般都是 一般的怪异者 都是不快乐的 但实际上这些照片 极少显示情绪上的痛苦 然后什么意思 照片传达的并不是 他们痛苦 而是他们的超然有自主 就等于说 重复了一段前面的 首先他们不觉得自己很丑陋 20节对吧 其次 他们也没有表现出 情绪上的痛苦 反而表现出了他们的超然和自主 这些来自地下世界的人 他们反过来好像跟正常人没什么差 没什么区别 对吧 然后再反过来说 反而是什么呢 又绕过来了 又绕到那些 他拍的那些正常人 他说痛苦在正常人的肖像中容易辩论 辩认 比如说 他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他拍正常人 他把他们拍的很痛苦 怎么拍出来呢 就是因为他拍正常人的痛苦的样子 对吧 但是他拍这个不正常的人 怎么样把他拍成正常呢 就是拍正常人 不正常人正常的样子 而绕死了 对吧 就这么回事 好 那么尼和尼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好写 对吧 但是其实很有意思啊 就是他等于在反复的去 去说一个事 就是他到底拍摄的 一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 一种矛盾啊 就在说这个事情 好 然后继续说 22节继续说 那么布拉赛 提到布拉赛这个人 那布拉赛大家知道 他其实是在这里写的是 他是反对偷拍的啊 因为他觉得说 偷拍啊 有的时候会错误的 让摄影师相信 相信被拍摄者 那个时候会流露特别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 包括这个本书的注视上面 也会写 我们其实还是相信偷拍 才能够表现 那个人的真实的那一面 对吧 你反过来摆拍 你好像觉得 这个人很做作 对吧 当然这是有争论在里面 也不一定说 百分之百就是怎么样啊 没有这么回事啊 只是说布拉赛觉得 不应该偷拍 那么阿布斯其实是跟他继承了布拉赛这个想法 布拉赛不偷拍 那么阿布斯其实也是这样 他等于说 就是我走到你们世界里面来 我跟你们谈好 讲好 然后你们坐在那 我就跟你拍 全程都是互相都是知情的 对吧 那么阿布斯就认为说什么 这种自我表露 是一种持续的均匀的分配过程 这一观点是保留惠特曼式的计划的另一种方式 把所有时刻都当做同等的重要的时刻 又扯到惠特曼了 对吧 总之就是一方面他拍人不挑人就是平等 对吧 这是把所有人都当成一样的人 不挑人 第二个不挑时刻 他不会说我挑一个 那我们这所说的原来这枚写啊 布列松那个决定性瞬间 我不挑那一某一刹那那么精彩 那一瞬间我不挑 我什么时候都一样啊 对我来讲什么时候都一样 那么其实这也是惠特曼式的民主的一种实践的形式嘛 对吧 就是把政治概念政治理想实践到了他的摄影作品里面去 当然这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位桑塔哥他的认为啊 我觉得我从我一个摄影创作者的角度去考虑 阿布斯不会想那么多 不会想那么多 我觉得只不过是因为他那个相机比较适合摆拍 真的他那相机你你想中化服你去抓拍啊 你又不是什么威远迈尔对吧 你你走在路上 当然其实阿布斯也有路上去会去抓拍的 但是其实中化服更适合就在家里面 或者在一个安静的场合就这样放着 然后你在那摆好姿势就咔嚓一下 对吧 这是最适合的方式 好 然后继续说 阿布斯就像布拉赛一样 要想要被拍摄者尽可能的充分知道 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行动 对吧 就是不是摆拍 而不是偷拍 而是摆拍 好然后到了第23节 然后就又扯到其他人了 比如说拉蒂格这个人 然后举了一张照片 尼斯的赛马场 这个照片我一直没找到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拍的什么样 但是我可以想象就是都是你看 都是拍了一些比较丑陋的一些画面 拉蒂格的拍摄者 拉蒂格的被拍摄者则同样典型的美丽 对吧 一个是拍的美丽 一个是拍的丑陋 然后阿布斯的照片里的妇女显得怪异 是他摆姿势时那种大胆的不拘不束 假如拉蒂格照片里那个女人回望 她也可能显得有几分同样的怪异 总之就是阿布斯就是会把直视的相机 去面对那些古怪的精神错乱的人 他就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到了第24节 就是说在肖像摄影的一般语会中 面对相机表示 庄严坦白皆是被拍摄者的本质 这里这一节讨论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当我们去面对相机的时候 刚才不是一直在讲摆拍的问题吗 其实从第22节一直到现在都在讲摆拍问题啊 包括去那个拉蒂格 李子拉蒂格是抓拍嘛 对吧 那么摆拍的时候 说面对相机表示 庄严坦白皆是被拍摄者的本质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正面面对你 你拿一个相机这样拍着我 我没有任何掩饰 我就非常坦白的去面对你 对吧 就是一种揭露拍摄者本质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啊 倒数第三行 正面还暗示着被拍摄者 以最生动的方式合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正面对着你拍啊 那明显就是我知道你在拍 对吧 所以我跟你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因此呢 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信任 你看最后说摄影师必须取得 他们的信任 必须成为他们的朋友 所以这一节 包括上面的 在讨论姿势 在讨论是否偷拍 讨论是否姿势的问题的时候 最后的归根结底的 这个结论就是说什么 阿布斯取得了这些人的信任 必须成为他们的朋友 对吧 必须成为他们的朋友 好 然后为什么呢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马上就下 又想抛出一个问题来了 那他到底是怎么取得 这些人的信任的呢 对吧 怎么样才能够 让这些人相信他呢 然后后面就显到 比如说举个例子 说什么 陶德布朗宁的电影 畸形人啊 什么什么场面啊 各种场面说 咱们的人咱们的咱们的人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必须进入 他们的世界 成为他们的人 你才能够让他们相信你 对吧 就必须让自己融入 这个怪人的世界啊 所以阿布斯解释到 他说什么 拍摄怪异者 对我来说 是一种无比的刺激 我一向崇拜他们啊 他 他就是非常的 想要进入他们的世界 所以说最后能够 这个让他们相信他 对吧 相信他 好 那么从这到这结束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 这还是有点 可能思路上会有点 有点小乱啊 从第16节 一直到第25节 这么长一大段 都在写什么呢 都在写阿布斯 在拍了些什么内容啊 比如说拍了很多怪人 对吧 拍了很多奇形怪状的人 当然也有正常人 但是把正常人拍的不正常 把不正常人拍的正常 OK 他是拍的什么内容 以及他是怎么拍的 怎么拍的 用正面平视的 冷冰冰的 干巴巴的 冷静的视角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成为他们的朋友 赢得他们的信任 对吧 无非就在说这个事 所以我看 我刚才用两三句话 就总结了这么一大段的内容啊 好 然后从第26节开始 就好玩了 因为你想 他一旦进入了 他们那个世界 就信任了 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一方面我们会看到 他拍了很多照片出来 对吧 但另一方面的结果 就是他后来 在1971年的时候自杀了 那么这下面一段 就要讨论他 为什么自杀 以及自杀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然后我们看 第26节怎么写的 阿布斯的照片 早在他1971年 自杀时就已经 就已在关注摄影的人士中出了名 但是像什么什么一样啊 他的死后得到的重视 是一种 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某种神话啊 就是把他神话了 那么对于他的照片来讲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一种 这仿佛致命的照片 对他而言一直都是危险的 就是他一旦去生产照片啊 其实他就在离死亡更近了一步 那不就是说 他拍的照片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嘛 就像一个人每天给自己身上扎一道扎一道 他每拍一张随便说啊 扎一道扎一道 那他不就是越来越走向死亡吗 对吧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26节讲了他死掉了 他自杀了 那么27节就讲了 为什么呢 27节我们看一下 有一句话他说 但确实有一种 有一种什么 有人因为拍照而被杀的场合 那就是在拍摄人们互相残杀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啊 他这里就举了个例子 他说就像战地摄影一样 你上了战场 假设你是一个摄影师 你上了战场 你一方面确实在拍照 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 你也在什么 在一个战场里面 所以是你很有可能 随时随地的都有可能会被杀掉 被战争杀掉 那么这个例子就迁移到阿博斯身上 就是你进入一个地下世界 这是一个世界是不为人知的 是隐秘的 甚至有一些古怪和怪异的 那么很有可能你最后会 就会被这个黑暗的世界 这个地下世界吞噬掉 吞噬的结果就是 你要从你现在的这样一个正常人的 甚至你是富裕阶层的一个社会里面消失 你怎么消失啊 就是死掉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回事 因为他不可能说我抛弃我的家财万贯 对吧 我就去做一个怪人 然后怎么样 他其实没有必要去做 而且他完全没有想法 没有这种想法 他只要就是很有可能 他到最后就是精神和肉体就分离了 大家想想看 他肉体可能一直 因为像肉体你习惯了一种生活 你很难去离开他的 但是你的精神 你往往会想着去逃离 那个固定的那个圈子 对吧 那个圈套进去下去 到地下以后 然后发现我每次都想进去 都想进去 最后发现我进去以后 我出不回来了 对吧 我出不来以后怎么办 就像刚才说 我成为他们的朋友了 我成为他们朋友以后怎么办 我灵魂被禁锢在地下世界了 但是我的肉体还在地上 甚至还在很高很高的天空中 怎么办 这个差距太大了 最后分裂了 就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他自杀就是这么个原因 当然后面他会写 我只提前把这个事给剧透了 好 然后28节就说什么 他说作家和这个摄影师 同样都是可以去记录一些痛苦 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 作家是可以让自己的痛苦 发出声音的 但是摄影师是永远是在去 物色他人的痛苦 摄影师本人的痛苦 按照桑塔格的观点 是没法显示出来的 他永远去拍的是别人 拍的别人 所以他只能去物色别人的痛苦 那么你想 那等于说 桑塔格一直在 说错了 阿波斯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物色别人的痛苦 但你想 如果你一旦物色别人的痛苦的话 你去收集那么多痛苦的东西以后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有两种人 他马上下一节要讲 有两种人 一种是什么 一种就是说 你会被别人的痛苦所影响 让自己也很痛苦 对吧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 你去寻找别人的痛苦的时候 你会很爽 很爽 这很变态的一种思路 但是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你会很爽 为什么 因为你平时过得太麻木了 你没感觉 你说我笑也不是 哭也不是 我啥也没感觉 但是我看到别人在那哭 我突然觉得有点感觉了 这个感觉不是说那种 好像我就是很 就是很开心的 你看你在哭 你过得好苦 我很开心 不是这种感觉 而是说我突然有感觉了 这个感觉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总比没有感觉好 对吧 总比没有感觉好 所以阿波斯为什么去 我们反复讲 为什么他要去收集那些 怪异的人 那些所谓的叫 不幸的人的照片 就是他在寻仇生活中的刺激 对吧 好 这是第29节讲的 29节有一句 盖棺定论的话 比如说阿波斯不是一位 深入自己内部 去挖掘自己的痛苦的诗人 而是一位冒险 出门进入世界 去收集痛苦的影像的摄影师 就是他不是挖掘自己内心的痛苦 但是他是挖掘别人的痛苦 但是这个我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的 其实你想 他在挖掘别人痛苦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对自己的生活 进行一番审视 对吧 不然他怎么可能像机器人 说我不顾我自己内心的 所有的想法 我就去关心别人 不可能的 人肯定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结果 主体和主体之间 是有一种互相影响 对吧 所以这很重要 好 然后后面就提到这个痛苦不痛苦 这我就不说了 刚才提告 对吧 好 然后到了第三十节 就说什么 他说他的照片提供了一个场合 去证明可以不必受惊的 面对生命的恐怖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就讲到 他自己刚才不是说 上一节一直在讲 他自己去拍 去进入战场什么 对吧 然后他拍下来以后 你顺着这个思路 那不就是要给观众看了吗 对吧 那么给观众看的时候 他的照片提供了一个场合 去证明 可以不必受惊的 面对生命中的恐怖 就是你 当你看到一些恐怖的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说好的 我接受他 对吧 我就不用去害怕 我不用害怕 说我看不下去 不可能 因为你就反正 他就能让他的照片里面 你去看吧 就像很多东西拍成电影 他是假的 你会告诉自己 他是假的 对吧 你会告诉自己说 电影是假 那你也有可能 当时中产阶级那些富裕的人 就说这个东西假的 就拍出来给我看看 我又碰不到这些人 他们只要不在 现实生活中跟我接触 他们就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就当他不存在 对吧 只不过 他给我的感受是真的 但是这个感受的实体本身 也许是不存在的呢 或者说 我没有必要关心 他存不存在 随便他存不存在 我只要能够接受他 我看着刺激 我看着爽 我看着害怕 我看着有感觉 反正什么感觉都有 那么这个感觉 我收到就行了 我管他那个东西 具体是怎么样的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你扯到后面 其实你可以想到 你比如说 现在可以去拍一些创作 拍一些什么假之啊 假人啊 假的那些人呢 拍的像真的一样 其实很多现在都做这个 比较前沿的摄影创作的 都去拍一些机器人 然后把它拍的怎么怎么样 有感情出来怎么怎么样 你想过没有 其实这就是阿博斯的 当年最早的事情时候做的 只不过他是说 去拍那个是真的人 只不过这个人 根本不是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那你想 我现在去拍机器人 不是也是一样的吗 对吧 我也一样见不到他 他也一样 不是活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可能活在另外一个 高科技的世界里面 是不是 或者活在未来世界里面 那不是一个道理吗 对吧 都是一样的 那再说到夸张 你要有本事 比如说 你可以拍一个古代人 或者拍一个原始部落的人 不要说古代人 拍一个原始部落的人 去什么 印度尼西亚的某个部落里面 拍世界上最后幸存的 一些部落里面的人 那不就也跟阿博斯 拍这个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吗 对吧 很像 很像的 好 然后到了第31节 那就开始绕了 绕了 那么这里就扯到 一个道德问题 因为一旦这个作品 进入了欣赏的层面以后 或者进入传播层面以后 你就不得不去关心 他身上负载的 这样一个道德的判断 就是说这个东西 能不能引发人们 对于向善 向好的那种心情 还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恶心的 它会让你觉得很不好 甚至违背道德的 到底是怎么样 对吧 这个东西是一直在争论的 那这也是阿博斯 这个作品 争论到现在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拍那些东西 在当时那个时代 其实是不道德的 按照这个说法是不道德 因为什么 你不该去挖掘这些事情 也不该 或者说你挖掘了以后 也不该把它 弄到你们的世界里面去 然后给他们那些人看 应该不应该这么干 所以说这个他就说什么 以前的道德 是告诉我们恶心是什么 但是现在道德 其实包括阿博斯这些照片 其实就降低了这条门槛线了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 怎么讲 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 大家想想后面 你其实不知道 或者他后面举了一个意思 比如说很多时候 播放的什么色情电影 那些什么暴力电影 暴力的这些影像的时候 你其实想想阿博斯的照片 跟他们其实是一个性质的 那些色情电影 可能在很早以前 大家都不能接受 怎么可能这么恶心 怎么可以做到这种事情 违背道德 违背这个伦伦 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后面你看 现在很多人乐此不疲 天天看 对吧 日本这种产业特别多 然后还有这种暴力电影 这个什么雪江标的 到处都是的 这种电影 现在就是满天都是 那你想过没有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 开始就可以接受了呢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接受电影里面 可以出现这么多 所谓的不道德的 或者说让人觉得恶心的 这么一种东西呢 什么时候开始 不知道啊 但是阿波斯说 我从我这开始啊 桑塔格告诉大家 从阿波斯这开始啊 就这样的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道德啊 这个包括这样一个 所谓的这样一个 这条线啊 分界线 就艺术的道德性的 这条线 其实是被人为的建构 就人为的规定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跟 时代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到了六七 美国六七十年代以后 可能是在美国 这个事情就是先发了啊 就是比我们肯定要很晚的 我们肯定很晚 才能接受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一直说什么 美国人什么 什么性解放运动啊 这个运动 这个那个运动 其实都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把道德的 这么一个界限 给他重新给他划定啊 当然这个说的 就更复杂了 我们因为 我也不是搞伦理学 不是搞这个究学的 我只能说 或者我也不是搞美学的 我只能说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研究一下 艺术跟道德之间的关系 非常有意思 这个这个里面 可以研究学问非常大 好 然后到了第三十节呢 就是说 他现在就在想啊 就是说 他这个东西到底属于什么 就阿博斯这个照片啊 他不是说 把那个道德 那根分界线划 划得更浅了吗 对吧 更低了 那么说什么呢 他说这些照片 使人觉得同情的反应 无关红尺 就是没有必要去引发同情 重要的是 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妥 而是要能够正经的 面对恐怖 就是当你看到 那些很恐怖的照片的时候 你要能够 很正经的去面对它 而且也不要引发任何同情 因为同情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然后呢 这个这里面啊 这种没有同情的印象 是一种现代的伦理建构 不是硬心肠 肯定也不是犬儒 而是假装天真 那么这里很重要 这里有点复杂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就不要说 这个前面那个定语了 我们就直接就说 阿博斯的照片 是一种现代的伦理建构 什么东西的伦理建构呢 首先它不是硬心肠 就不是让你就是像看一个 就是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机器人 没有任何感情 不是的 但是呢 也不是犬儒 什么叫犬儒啊 犬儒 大家自己去词点上翻一下 你不要这个想当然啊 犬儒的意思 其实就是有点像愤世忌俗一样 有点玩世不恭啊 甚至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一种愤青啊 甚至老愤青的这种感觉啊 犬儒 那么这个就对应 它等于说情绪很高涨 对吧 硬心肠就基本上没什么情绪 然后呢 也不是情绪很高涨 也不是硬心肠 也不是无情啊 也不是特别有感情啊 或者说特别有一种反抗的感情 也不是 什么都不是 是什么呢 是天真啊 什么叫天真啊 就是对他人痛苦啊 像孩子一样的 没有共情的 他就是置身事外 就是我就是这样看着 你懂啊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一种 那按照他的说法 是一种现代的伦理 什么叫现代伦理呢 现代伦理就是假装天真啊 就是天真 或者说假装天真 就是我们不要对 其实你现在想想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是 就是此时此刻也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人啊 我不说所有人啊 我只能说很多人 就是你不要说网上 我们只要说现实世界里面 网上当然这个东西 随便转发一些 都能表现出犬如 表现出硬心肠都可以 对吧 你不转发就是硬心肠 你转发就是犬如 对吧 这个很正常 但是你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就是假装天真 就假装不知道 假装就是好像这个东西 跟我无关 假装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那样的 然后我就像小孩一样 去走过去看看 啊知道了 然后我就出来 对吧 这就是天真 但是我不是说去 去说这个事情不好 我不是说现代人 就是说现代的这种 所谓的伦理 就是对于这些 事物的评判 是一种天真的评判 这样的事情不好 没有好不好 真的没有好不好 这个东西 没有必要去说好不好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 社会发展到了美国那个时代 包括发展到中国 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 去做的一个事情 但是就是没有必要去 有很多感情 像我们上次 无话不谈也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也就在说这个事 当然我不是因为 这本书的启发 我是本来就一直 就是这样一个理念 你没有必要去 很奋事寄俗的 很代入的 你也不能弄得 好像自己像硬性上 就是不是人一样 对吧 你都有 但是呢 你就还那句话 就是不要把 这个客体的东西 带到你主体生活里面去 或者不要把主体的感受 带到你客体的生活里面去 就这么回事 好 然后说 这句话 这段话其实蛮重要的 然后后来你看 他就写到什么 孩子般惊奇的波普心态 那不就说这个 像孩子这样天真吗 对吧 然后按照阿博斯的话说 给人拍照就必须残忍卑鄙 重要的是不眨眼 什么叫不眨眼 就是不要犹豫 不要这个杀人不眨眼 不就这么回事吗 就不要去带入太多感情 然后你看拍照 就是要残忍 就是要卑鄙 就这么 但是他的这个残忍和卑鄙 不是那种 好像说我一定要去 害人的那种感觉 而是这个残忍和卑鄙 就是说 我不要像别人那样 不残忍 不要像别人那样 不卑鄙 这个我本只能 怎么去跟大家解释 总之就是 弄得自己稍微的隔开一点 就是天真一点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 然后后面就说了 那么到底具体怎么个解释法呢 那么后面这一段 又给他来个重新的解释 就说什么 相机是某种护照 摄影就是一张许可证 它抹掉了道德的边界 和社会的禁忌 使摄影师免除 对被拍摄的任何责任 拍摄别人的照片的 整个要害 在于你不是在介入他们生活 只在访问他们 摄影师是超级旅行家 是人类学的延伸 访问原住民 带回他们的异国情调的 举止行为和奇装异服 摄影师总是把新的经验值 殖民化 新的经验殖民化 或者寻找新的方式 去看待熟悉的题材 与无聊作斗争 就是说 等于说它就是一个过去 然后呢 抓一点东西 表面东西 衣服抓过来 然后连拍拍下来 就回来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他就是说天真 就是你不要去共情 你也不要完全不共情 也不能硬心长 也不能群入 你就是天真一点 就是进去像个小孩一样 今天玩游乐园 玩了 玩了开心吧 开心 但是你玩了什么不记得了 就这么回事 就是我今天去游乐园 玩了很开心 玩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你告诉我 你玩了具体什么 我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 我天真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很开心 不就这么回事吗 拍照就是这么 拍照就不要去关心 你拍什么东西 你叫不关心 你拍下来那个感受 就是这么回事 说来说去就这么回事 好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 非常矛盾的问题 大家看好 最后一句话 他说他的观点 永远来自局外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好像是 好像听下来是说 他就像上面写的 我就去跑去一个地方 然后我去抓一点东西回来 我不共情 我不入戏 对吧 我就是很天真的 然后我就回来 那么不就矛盾了吗 为什么矛盾 大家想 他前面为什么自杀 就是因为他进入了那个世界 对吧 他跟他们成为了朋友 取得了信任 然后他就自杀了 可是他这里又写说 他的观点 永远来自于局外 就是不来自那个局 不来自那个旋转木 不来自于那个碰碰 碰碰车 他来自于外面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自杀呢 那么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但是这个矛盾 其实很好解释 首先第一点 他说他这个人很天真 很天真的去走进去 对吧 然后感觉好像什么都没带 但是他其实只是 自己觉得天真 大家明白吗 就是实际上他没有天真 他在不知不觉中 自己觉得天真的过程中 其实已经陷入到了 那个世界里面去了 然后再加上 他本身又很天真 他觉得说 哎呀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呢 实际上他的灵魂 他的思想已经被这个东西牵绊住了 被他吸引住了 就像一个小孩 你跟他说 你玩了什么东西不记得了 对吧 去游乐园玩什么东西不记得了 然后就回来说很开心很开心 但是他第二天说 我还想去玩 但是你问他说 你要玩什么 我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想去 是不是就这个 就是这个感觉 我这当然我这个例子 是非常非常的浅的一个 甚至不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可能是非常片面的例子 但是我只能举这个例子 让大家简单去理解 为什么自杀 就是因为他不断的想进去 然后呢 每次都是拉一点回来 拉一点回来 但是他每一次都进去 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痛苦的感觉也好 开心的感觉也好 满足的感觉也好 各种感觉什么感觉也好 都包括偷窥欲望也好 什么样的欲望都可以满足 OK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反反复复 但是后来他发现什么 他精神永远被困在里面 我永远想在游泳论院里待着 但是我的肉体不得不要我出来 要到外面来 对吧 要我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不想过了 我就想永远活在里面 然后就牵绊在里面 就是零肉啊 所谓叫零肉分离的 对吧 就两个东西分开了 怎么办 最后 那当然可能是精神啊 有问题 包括又抑郁症啊 精神分裂啊 我瞎说啊 我不知道 然后就自杀了 就怎么回事啊 就是因为太天真 所以陷进去 但是又因为天真呢 你反而能够反复的陷进去 你想反过来说 那包括他后面会写一个问题啊 包括那个 就是那个 马上会想到那个 安迪沃霍尔那个人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68页 他马上就会说 安迪沃霍尔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是他非常聪明的人物 就他不会把这种东西给他 那他会你看 他会也没有沃霍尔用来 使自己远离怪异者的那种 自我保护的无动于衷 也没有他的烂情 看到没有 39届 那时候安迪沃霍尔这个人 他也会去关心这些烂七花东西 但是呢 他会把自己保护的很好 对吧 可是阿博斯就没有 阿博斯虽然表面上看上去非常的天真 但实际上他的天真的举动 恰恰的让他天真的陷入了 这么一个无尽的深渊里面去 总之就是这么回事 你会说哎呀听到这里好绕啊 对吧绕的不得了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你没有必要去纠结那么多 因为我是为了给大家讲的戏啊 讲的透彩 那个你其实看这个书吧 大概就是首先了解一下阿博斯怎么回事 拍什么内容 然后他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死 就这么回事 至于他什么道德 当然你可以去延伸出去 去研究道德问题 然后至于他的这种天真不天真 那么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去纠结 因为讲真这个东西更多的是 这个我们这位这个桑塔格同志 他他会去关心的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你很多其实已经分不清了 因为可能这个例子真的是极少数的 极少数的案例 但是很多人其实分不清你到底是天真不天真 对吧 分不清但是就是因为他天真吧 所以才会自杀 你想自杀人就是因为一根筋嘛 当然这个话我没有任何的这个 就是说那个大家不要 不要把这个话去起义啊 就是引发起义 我不是说所有自杀人都是一根筋 但是我想说的是肯定多多少少 就是因为他就就在那个 那个狭窄的空间里面 你想你这么窄的空间怎么存活呢 你仍要活得豁达一点对吧 豁达一点 你要看开一点说白了 就是你不要老是觉得说 哎呦我要钻到这个里面去 越钻越小越钻越最后不就没了吗 就这么回事啊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 包括我们扯远一点 比如说心理上面 有些觉得不是特别开心啊 怎么样 就是你太钻那个东西了 你把这个东西扔掉 不要它不就好了吗 干嘛一定要呢 对吧 你成绩考试考不好怎么办 那就不考了 干嘛呢 再补考呗 无所谓 这60分就过60分嘛 对吧 能考到60分就行了 没有必要一定要追求到某一个点上面 你说的那个点 凡事差不多就行了 真的就差不多就行了 像我现在做这个视频 我我要做的特别好的话 我可以把每一句话都有打字打出来 然后用提字器给大家念出来 然后甚至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画面 各种各样的效果 干嘛呢 没有必要放过自己吧 对不对 累死了 真的就是这样啊 读书是为了快乐 不是为了去干嘛 去炫耀啊 或者说去赚钱啊 干嘛 不是的 就是为了自己内心的满足 觉得我看懂了 我觉得很满足 很开心 我大概知道阿博斯怎么回事了 我原来还有这样的人 那么我通过了解不同各样的人的人生 不同各样的作品 我就能知道各种各样的人是怎么活的 作品是怎么样的 我就知道原来我这个人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位置是怎么样的 不就是这样吗 不然我永远就是一个经理 知道吗 我永远只知道我每天就面对三顿饭 每天就面对一个工作 就这么简单 我根本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的 那我来这个世界上是干嘛的呢 不就这么回事吗 对吧 阿博斯当时就是因为他每天就在那三顿饭 然后说难听点 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活腻了 那怎么办呢 就去挖掘地下世界 对吧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只挖了地下世界 他后面会提到 比如说那个 我们后面就直接随便跳着讲吧 比如说后面会提到这个 第40节和41节 就讲到这个 Wiki Wiki还有什么人 还有什么后面 什么罗罗特弗兰克 海英 布拉塞 艾文斯 这些人 然后就说什么呢 就说只有阿博斯的题材是那么狭窄的 其他人虽然都对美国这个东西是有天然的偏见 不要说天然偏见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会对美国有一些这个抱怨也好 或者说有一些这种 所谓的不好的那一面去揭露他 但是其他人都是各种题材都拍 是艾文斯跟人拍的不知道多少种题材 富兰克也是虽然拍了美国人 但是后面拍了很多的题材 只有我们这位阿博斯 就拍这么点 这个地下世界的人 然后就举了个例子 就像什么 就像莫兰迪 大家很熟悉莫兰迪 他后半个世纪就专心画有关瓶子的进化 就是就画那么一点东西 那你想你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面 你很容易就越走越窄越走越窄 对不对 所以你做艺术的人 为什么很多人说 艺术家好像希望你 就是有些艺术家 希望自己能够多做一点 然后能够甚至喜欢跨界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他没有想法 而是因为他想去尝试 对吧 一个想去尝试的人 其实是能够有活下去的动力的 当一个人啥都不想去尝试 就永远停留在自己那个小空间里面 我告诉你 那个小空间很快会崩塌 很快会钻到最后就没有头的 好 这是刚才直接跳到第41节了 那么回来看一下34节 那么34节就是说 他是他的作品的这样一个私密和公共性的问题 这我就不举例子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就是他的作品都是没有历史背景的题材的 就是他是直接的把一个人 从他的那个文化历史里面给他抽离出来 就给你看那个人的样子 而不会告诉你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故事 这人前因后果怎样 他不关心 他也没有必要去搞这个事情 没有必要 然后后面35节就说 他是什么 他就说他小的时候 其实是 他说我唯一感到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我从来没有处于逆境的感觉 那么说白了就是活得太逆了 对吧 这也就是解答我们的问题 然后后面就是为什么要去寻找那种 禁忌的变态的邪恶的相遇呢 就是因为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想要寻找那种心理逆境 想寻找那种不可被美化的经验时的震撼 就这么说 就是当你看到一些禁忌的变态的邪恶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所谓的叫震撼 对吧 当然你说的太冲突前就是爽嘛 爽感 当然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 其实你当你面对一些禁忌东西的时候 你肯定也会也会有某种 不是说性啊 我现在不是说那种 比如说性欲上面的禁忌 比如说你去偷一个东西 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有这种偷东西的快感 大家知道吧 就是有这种感觉很多 只要一旦去 我们如果社会上讲就是越轨啊 就是你到别的那种那种那种里面去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爽感在里面 就是一种震撼的感觉 就是人很多时候活得没感觉 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在自己那根轨道上面 开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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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永远从来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轨道 但是一旦你想着要 要怎么样就很爽 所以你很多时候扯到这些什么现代婚姻啊什么的 我们随便想说 比如说为什么很多人会这个搞这个外遇啊 对吧 那就是因为什么 他在体验这种不可被美化的经验事所带来的震撼 对吧 当然这个我们不去评判 不去评判这个事情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不扯到别的地方去 好 36节也在说这个事 我就不强不强调了 37节 那么他写的什么呢 就是他其实碰到的这个时间点也很关键 就60年代呢 就是一种什么 怪异者公开亮相成为一种安全的 受认可的艺术题材的这么一个时候啊 所以说整个时代 你看他也扯到一个时代问题 就一方面呢 他本身前面几节就说 他内在的内心是希望寻找 寻找那种震撼的 那么同时呢 在外部环境来讲 到了美国发展到六七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60年代以后 对这种怪的东西啊 对这种就是正常以外的那种 非正常的畸形的东西 也能够接受了啊 然后能够能够出来了 对吧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被这个艺术接受 甚至被艺术青睐啊 所以说这是他正好赶上这个时代 然后也是他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到了第38节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种是反叛犹太人过度发展的道德感性 另一种是反叛成功人士的世界 那么也就是说 在那个年代呢 其实这种对于非正常美学的偏爱啊 其实就是一种反叛 大家知道美国六七十年代 就是一个反叛的时代嘛 对吧 各种各样的挑战权威的事情很多啊 其实包括什么男女 这个性解放运动啊 然后女权主义啊 什么黑人运动啊 各种各样所有权权活加起来 其实都是在反叛 就是反叛原来的美国人的那一套 白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的 然后总之就各种各样的那一套 成规啊 都在反叛 包括男性为主的 白人的男性的 对吧 然后又是精英的 你想这么一个形象一叠下 他就是美国的统治者 包括现在其实也还是对吧 比如说有些 美国总统啊 他就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他们就要挑战这个 因为 中安说了嘛 这个美国的民主是什么 是所有人都要去有权利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对吧 为什么让你白人的男人 去掌握这么多东西呢 所以他们要反叛啊 就这么反叛 那么艺术也在其中 包括摄影也在其中 做了一些贡献 比如说阿波斯啊 所以你看 他一方面是个人的一种 很有趣啊 他一方面是个人的一种 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 不满对吧 或者说他无感 那另一方面又契合了 当时那个时代 对于整个权威的一种挑战 他其实不是 他做的事情不是在挑战权威 他是在挑战他无聊的生活 和他没守成规的这么一种 每天的循规蹈矩的东西 可是他正好 跟当时美国时代的潮流 就是大家对于那种 权威东西的反叛 正好结合了 那么怎么样去反叛权威呢 就是权威告诉你是什么 我偏不要这样 对吧 权威告诉你说 我们要去拍一些 高大上的一些正常人 一些非常健美的美国男性 美国女性很漂亮 我们去拍他们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不要 我偏不要 我就去拍一些怪人 拍的怪的不得了 但是我拍怪人 不是为了去跟 所谓的美国政府 对着干 我是要跟我内心 那个痛苦对着干 只不过正好契合 所以说巧也是巧 巧在这 好 然后刚才就讲到 39节说 这个安迪沃霍 其实安迪沃霍 也是在做这个事情 安迪沃霍 大家看这个波普艺术 其实就是在把一些 很平常的这种 我们说起来就是垃圾 对吧 那些东西 包括一些商品 可口可伦那些东西 就是什么都有的 大众符号给他 弄成艺术品 就是在赋予这样一个 挑战权威的意识在里面 但是人家好的地方在哪 人家会跟这个东西 他艺术是艺术 工作是工作 他会扯得很开 甚至他还是一个 很著名的 所谓的叫商人 对吧 他可以把这套东西 变成他的商业运作 包括现在安迪沃霍 虽然死了 你看这么多年 这么多的作品 还是那么值钱 就是他能够分得很清楚 他脑子很清楚 他一点都不天真 但是阿博斯苦就苦在什么呢 他很天真 其实很多艺术家 我印象里面 很多早年那些艺术家 都很天真的 就是一心就想要 做自己的艺术工作 就要把自己内心的 各种各样的想法 给他表现出来 但是你真的 一旦作品出来以后 你成名了 那对不起了 你必须赶紧转变一下心态 不然你会怎么 你永远停留在 你当时那个想法里面 你后面的名声 其实跟你是不匹配的 不匹配的 是你很难去运作 你的后面的人生的 因为你很年少出名 很早以前出名 然后可能会有各种压力 别人会对你各种期待 然后你后面 可能凭着你的本心 又做了一些作品出来 但是人家会说 哎呀没有以前好 没有以前创新 这个时候你不就又受不了了吗 对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沃霍尔这个人 为什么活的 所谓叫活的通透啊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推荐这种活法啊 只是说他为什么能够 叫两边通吃呢 对吧 就是因为他能够分得很开 就像我们一直讲的 就是你 你做艺术的时候 你就要调动你的艺术的情感 但是你做一些别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稍微理性一点 就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回事 好 那么不管怎么样 说来说去啊 就是这个39节很长一段话 那么到最后呢 其实一直在说 阿波斯其实是这方面的先驱啊 当然他可能还是因为 呃 相对来说 没有呃 就沃霍尔那么的 就说我叫市块吧 应该这么讲 不能这么评价 评价别人 但大概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 然后 抓紧时间啊 最后 四节 我希望今天能把这个事情讲完 最后四节就说什么呢 最后四节就是在讲这个阿波斯和别人之间的区别 比如说他刚才讲到这个Wiki 对啊 刚才我们提到过 Wiki是拍摄这个新闻的事件 但是他是为了 等于说他是有一台 大家知道有一台那个小的机器 窃听的 然后人家警察局里报案 他就提前比警察还知道 然后警察车才没开过去 他就先开过去 然后拍张照片 谋杀现场照片 然后去给小报 那些街头报纸 他们都需要这种快的新闻 对吧 然后杀人的犯罪的事情 他们最来劲 卖给他们 就靠这个挣钱 那么一样你看 他也是拍一种黑暗的东西 对吧 但是他跟阿波斯的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比如说 他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阿波斯是没有新闻的动机的 但是Wiki是 沉醉于他要去传播这个东西 对吧 阿波斯其实不是为了传播 他是为了他内心啊 然后Wiki 他是为了传播 是为了他要挣钱 当然他也有一种脱窥的欲望 但是他更多的是在传播这件事情 对吧 然后其次 这里就提到一个超现实的问题 阿波斯的照片会表现出一种 超现实主义的传统 什么传统呢 就是嗜好古怪 公开承认对题材 不带喜恶 宣称一切题材 无非是信守念来 什么叫一切题材 无非是信守念来的 就是随机的 就是我随便拍两张 然后突然就出来一张 这就是超现实主义 对吧 如果你很关心 很重要的 就像那个Wiki一样 就是我全部给你准备好了 我又有道具 又有什么信号 又有各种各样东西 我跑过去拍一张 那个不叫超现实 那个就是现实 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派法 现实主义派法 所以就不一样 然后后面再提到 那么另外几个人 刚才他们讲的什么 弗兰克呀 海因啊 布拉赛呀 艾文萨这些人 也不是的 那些人什么 那些人拍摄题材非常宽广 然后呢 我们这个阿博斯的拍摄题材 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担保 就这么一点点 很窄啊 很窄 好 然后到了第42节 说什么 这个阿博斯的照片 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忧伤 在里面啊 阿博斯等人的照片 那么他下面下面 抵到一个反例 就是说那个 我们那位非常著名的 斯蒂格利兹 他这有句话非常搞笑 他说 他在20世纪 10年代 以一种近乎 唐基赫德式的精神 相机长矛 对摩天大楼 风车 拍摄纽约 那么什么意思呢 你想唐基赫德 是什么东西啊 他 大家如果学过这个课文啊 或者说看过这本小说 你知道唐基赫德 就是小时候被这个洗脑了 说到搞笑点啊 就他看那个骑士小时候 看的太多了 然后他幻想 自己也成为骑士 最后呢 跟他们家那头 什么旅游还是什么的 对吧 然后就踏上旅程 到处去 所谓行侠仗义 但是其实都在做一些傻事 因为他脑子里面幻想的世界 跟这个现实世界 是不是一个东西 他被那套 这个幻想的世界洗脑了 就这么回事 那么我们看 他自己说谁啊 谁 他说斯蒂格里兹 他也是唐基赫德式的精神 什么意思啊 其实说白了 斯蒂格里兹也被谁洗脑了 也被惠特曼洗脑了 也被惠特曼那套 美国式的民主 那种远景 伟大的 美国那么伟大 美国太厉害了 美国各种干的好 各种好 我要去表现他美多好 怎么看 我就像唐基赫德一样 人家是长矛对着风车 对吧 然后他什么 他相机对着摩天大楼 他等于说他也被洗脑 那个唐基赫德 被这个歧视小说洗脑 而我们这位斯蒂格里兹 被什么东西洗脑 被惠特曼式的民主洗脑了 他觉得美国人就非常伟大 美国特别好 各种各样好 对吧 好 然后呢 到后面你看 到了43节就说什么 斯蒂格里兹 是这样一个人 他相信某处存在着 一个崇尚精神的美国 他相信美国不是西方的坟墓 那不就说明 美国是西方的未来 不是西方的坟墓 又是崇尚精神的美国 他相信美国肯定有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优雅 非常好 非常有未来 所以他拿着他的相机 去美国纽约各个地方 去拍出那些伟大东西 那些好看的东西 那些有精神的东西 但是后面想 弗兰克和阿波斯 以及他们很多的同代人 后背不言明的意图 是要证明 美国正是西方的坟墓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 其实你想的 惠特曼那套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洗脑的 然后真的 或者说所谓的真的 阿波斯他们想要代表的 或者我们现在看下来 其实美国这套东西 也就是西方的坟墓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具体 我没法去评刷 因为太复杂了 我只能说 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 就是美国人 其实都是一个怪人 各种各样怪人 你看弗兰克的作品 就是美国人那部作品 大家如果上过 我们那课的就知道 就是各种贫富差距 然后各种 就是很衰败那种景象 就美国其实好不到哪里去 对吧 然后再看阿波斯的照片 好像美国全是怪人 全是傻子 全是各种 奇装异服的 各种怪癖的 各种还要去轰炸 核内的这种人 都是众人 美国就这样的人 满处都是 但是我要说了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片面的 因为你摄影 不可能是客观的 对吧 你肯定是要去找到 一个你的角度 那么相对来说 比如说斯蒂格利斯 他就找到了一个 好的角度 而我们这位 或者说肯定的角度 而我们的弗兰克和阿波斯 他其实找到的是一种 否定美国的角度 就这么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否定美国 在历史上 摄影史上 那实在是太多了 所有的关于美国的东西 都是说白了 都有点 就是表现它不太好了 但是也很正常 因为艺术家 总归会对现实 有一些失望 这我们以前也讲过 就你多多少少 都会觉得说 现实不太好 我们的精神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要表现出 我的精神的追求 那怎么表现精神的追求 一方面是 纯粹表现精神追求 还有一方面就是 我去贬低现实 现实很烂 所以我才表现我精神高 懂吗 就这个意思 或者说我 因为我精神很高 所以我会这么往下看 所以你看你现实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现在这么看现实的话 那不就是说明我很low吗 对吧 现实你看 哇这么好 现实这么好 这么好的一个洞楼 很漂亮 那不就是我就是个 说来听听 我就是个很穷的人 然后走到大城市里 哇看到这么高的大厦 我特别兴奋吗 我不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吗 对吧 所以艺术家一般都会觉得说 我自己是一个 有精神气质的人 我肯定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看所有东西 都是往下看的 所以我看你这到处都是不好的 但是我不能说那么明白 我只能说 我用一种非常婉约的 非常间接的形式 给你表现出来 各种各样的形式 比如说这个阿波斯也好 包括弗兰克 包括艾文斯 其实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好了 那么最后一节 说自从摄影脱离 惠特曼斯的肯定以来 什么意思 就是说摄影 他现在不再追求 有文化修养权威和超越了 然后最好的美国摄影 已经沉溺于超现实主义安慰了 就是说 这个后面 他们后面一大段 都会讲到超现实主义 就是我们现在 惠特曼这世的那套 肯定的那套文化修养权威 这种东西都没有了 而变成了 以阿波斯为首的 为开始的 后面有非常非常多人 拍的那种超现实主义 那么等会 到了后面一大段 你会知道超现实主义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抽象的东西 不只是这个 其实是超越了 他当时那个人所处的现实 或者说他所处的阶层 你想你 你如果一般 就一般来讲 按照中产阶级的想法的话 其实上层阶级 就是他的超现实 而下面的那个阶级 就是那底层社会 也是他的超现实 懂吗 所以不是说 你想象那种抽象的东西 那种看不懂东西 超现实 不是这个意思 最好的美国摄影 已经沉溺于超现实主义的安慰 而美国也被发现 一位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国度 显然把美国说成 只是一个畸形人 演出一个荒原 这简直是把 这是把现实简化为超现实的做法 所持有的廉价的悲观主义 未免太方便了 但美国对救赎和天遣 这些神话的偏爱 依旧是我们文化民族中 最具激发力和最具引诱力的 方面之一 那个被惠特曼搞臭的 文化革命之梦 留给我们的是一个 纸上幽影和一个 眼尖蛇巧的绝望方案 就是什么叫眼尖蛇巧 就是看上去非常好 其实这个方案很不好 很一般 然后是一个纸上幽影 它是一个照片 就是一个虚的东西 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东西 一张纸而已 一张一个看上去存在的影像 但其实并不 并不一定完全存在 它只是一个截面 一个切片 就像斯底格里茨拍那么多 美国的 这个有个照片 你看 他把美国这个高楼大厦 在造高楼大厦 然后他前面这些老的房子 对吧 很有发展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纸上幽影 它是一个片面的东西 然后也是一个眼尖蛇巧 看上去很好 但其实不好 所以说来说去 这个惠特曼式的东西 就像我们前面讲 它就被后面被腐蚀 被细放 其实就是被超现实主义 腐蚀和细放 为什么叫超现实主义 这就留到我们下节课 继续为大家分享 今天真的是讲的 非常非常的多 我没想到可以讲到这么多 但是我不知道 估计没有人会听到这里 所以说 再说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